Hello, 大家好, 波波蜜蜜蜜在此 今天我就跟你們說中文, 因為很久沒跟你們說中文 我記得一集, 很多人跟我是youtube, 都是中國人 我是廣東人, 爸爸媽媽是香港人 你們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但是, 中文都是中文好回來的 雖然國語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廣東話都是休息 但是都是廣東話 有很多的親戚啊, 舅父啊, 媽媽也也都是在香港 就是, 都是很想念他們啦, 當然啦 嗯, 我有五年都沒有回香港, 但是 有一天, 我會回去看看, 香港怎樣啦, 變成怎樣啦 嗯, 我今天就想跟你們, 嗯, 跟你們聊天 都是ASMR 嗯, 荷蘭, 這裡, 嗯, 沒什麼特別啦, 但是好像這樣, 回香港 嗯, 給那些人是試椰汁啦, 椰水, 是泰國椰水, 嗯, 不是自己切那些, 但是是瓶瓶那些瓶瓶 嗯, 啊, 這是人士啦, 啊, 就是成為一個一個退銷員 還有這樣說啦, 退銷員是 ... 要賣那些東西啊 給人人認識的 insurance 啊, 這個 Tiani Mishik 나 是收集的東西啊,食物啦 那些貼好, 做這些工作, 你跟人笑啊, 啊,onnima 有很多客人都認得我,容易一點,因為一客人認得你下次,如果你對待他們好的,他就幫助你了,對不對? 我跟同學人打工,我跟中國人打工也不喜歡打工,所以可能打工也好,挺放鬆的,雖然人過不了,但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和開心,所以我Youtube也寫過,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food. I love the food,代表愛食物和愛這個世界,做人都要享福享受,今天都挺好天,太陽曬了,雖然要上班,但是我小吃時候都要出去,曬太陽,吃麵包,我麵包今天,我早餐都是喝牛奶,做些mushin, 但是,我當午餐都是吃雞蛋包,自己家裏煎,三隻蛋,吃麵包挺好吃的,我覺得如果你自己帶麵包上班,真的便宜一點,真的不用出去買東西吃,其實都是健康點,因為如果出去買東西吃,有時都不健康, 嗯,但是呢,要說吃中國東西,我真的很喜歡吃中國東西,嗯,昨天就吃了馬婆豆腐,送飯挺好吃的, 我都要去吃辣椒,我都要去吃辣椒,吃咖哩啊,真的多點辣椒,送飯很棒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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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叉燒,火腩, 就是,很多東西都吃了,我看來真的,有些東西真的,有,不敢吃,好像,啊,火腩,口肉,我真的很棒啊,因為我真的想做年紀真的有點小心了,我不是真的太好了,但是,你明白啊,你越大就好像, 那時年輕 什麼都可以吃 就不會肥 但是 越大 看著食物 還有舅舅真的很棒 我說真的 嘩 有些東西真的 像蜂肘排骨飯 嘩 還有什麼呢 艇仔粥 還有什麼呢 越南春劍 還有 嘩 有沒有跟你說 嘩 這些很多東西 像片皮鴨 還有什麼呢 牛仔骨 炸龍鬚 這些魷魚 西人就是 Calamari 但是我們中國人就是炸龍鬚 就是炸魷魚 正 還有XO魷魚醬 XO魷魚就正 還有什麼好吃呢 就是炸雞翼 YES 多春魚都正 有炸雞翼 還有雞翼 還有雞翼 魚 炸雞 炸雞 我和我女朋友吃 Egg Waffle Egg Waffle Egg Waffle 香港的Egg Waffle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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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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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很多東西真的很好吃 但是最重要是有耐性學習 如果自己想煮東西吃 我家裡也有煮東西真的很好吃 但是洗碗也有煮東西 這星期也是煮東西 也沒有出去吃東西 出去吃東西也是三個月前 但是下個月我生日 17號我生日 我就去吃東西 打算去吃中午餐 在荷蘭有一個中午餐館 叫做香港那裡真的很好吃 那餐館真的感覺很棒 那次叫做我記得呢 我畢業了 我就是在荷蘭的餐館吃蠔 煎蠔 帶子 正 煎帶子 我放一些麵 還有一些洋蔥薑 還有豉油 但是很棒 中式咕嚕肉 叫做麻婆豆腐 那是我的最喜歡吃 還有大蝦 那些蝦 那些蝦 中午餐 我都喜歡吃中午餐 我都喜歡吃中午餐 辣 最重要是辣 而且味道 做得很好 很好 哈哈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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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 阿媽 和爺爺 去香港 如果回到荷蘭 他們都說 這些東西都可以 但是我記得 回香港 我最喜歡吃 那裡 每次早餐都是吃 焦鹽雞拍飯 哈哈 很棒的 焦鹽雞拍飯 早餐 呃 吃午餐 就是 吃艇仔粥 油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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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知道你們怎麼說 還有一些炸 好像是 Gene堆 那些原來都好像 包一樣炸到的 很棒 還有 還有 我 都可以 很多時候 都是吃 有 晚上 都是 喝湯 啊 他 又有 鬼劫的 魚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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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元 就在這裏 代表在這裏 荷蘭是 1 euro 我們1 euro 就買一粒糖 我們回香港 如果你 1 euro 10個 $10 就是 去買一粒魚豬 還有 10元都可以賣 賣 賣 一個 波士 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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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很喜歡吃 最開心我都吃過 生果 有些人覺得很臭 但是我覺得很香 我也很喜歡去問 但是這裏呢 荷蘭榴槤 整個榴槤 就 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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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 香港 500元 因為 如果 荷蘭 1 euro 1元 就是 代表 香港 10個 $10 所以呢 好像很複雜 但是我覺得這裏呢 所以回香港 嘩 如果回到去就是 吃牛奶 生果 超正 我希望你們是喜歡我 說中文多些 我就會做多些ASMR Movie 就給你們聽 哈哈 我們下次再聊 OK 我答應你 所以 下次見 OK yes 拜拜 咳 咳 咳